中文字幕志愿者 从2017年开始 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成千上万的男性女性 使用了MeToo 标签分享他们的经历 也揭开了性骚扰 性侵犯 原来在各个行业 各个年龄层 都是真实发生存在过的 而在这股风暴之后 政府终于着手 性贫三法的修正案 同时在113年3月份 全面施行 可是复杂的性贫三法 到底修了些什么呢 有哪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还有职场生活息息相关 接下来带您一探究竟 白衣男趁着女子 在讲电话时 从背后来个突袭 甚至还大胆地 在捷运车厢里面偷拍她 让女子吓得立刻报警 很多人误以为性骚扰 只有肢体的接触 才是性骚扰的行为 其实呢 不当地言行 姿势 动作 甚至是 故意地凝视 对方身体的特定的部位 对她做什么样 甚至发送一些带有性意味的讯息 邮件 即使是文字 都有可能构成 性骚扰的行为 在我们现在的性贫三法 它主要分成两大类型 第一种就是敌意环境型 就是跟性意味 跟性别歧视有关 以至于呢 对这个人她所处的 无论是校园 公共场域 或是职场 会形成一个冒犯 敌意性的环境 贬低她的人格 或者是透过这个 性别歧视的方式 对她造成非常不友善的环境 这个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则是交换型的 也就是有时候 我们说的潜规则 也不管是对受雇者求职 或者是学生 或者是所有的 来这个相处的人 如果是透过性跟性有关的事项 来交换一些机会 来取得 不管是训练学习 或者是职位上的优势 那这些都会叫 交换型的性骚扰 那它分别都在 三个不同的法律里面 都有规定具体的细节 这次性贫三法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行政院有个非常重要的宣誓 是希望可以有效地 打击这个加害人 希望减低她性骚扰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行为 另外一个就希望对 被害人 有更多友善的保护跟支持 另外一个也希望 在申诉过去的处理机制上 很多人不敢提 不愿意提 会发现提了之后有问题 这次也加重了 希望这个是一个可信赖的 受到监督的 这个申诉的机制 是这次三个重要的 修法的重点 只要觉得对方的言行举止 让你感到不舒服 不自在 觉得被冒犯 被侮辱 就有可能构成性骚扰 当你遇到性骚扰时 该如何寻求协助 又怎么搜证 让加害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都是相当重要的 性侵害它有分这个第一时间 例如说我们说的黄金七天 也就是发生当下 第一个冷静 然后再来就要搜证 你要把身上的这些机证 就到旧境的大型的医院 比较是区域型的医院都有 到急诊室告诉他你要做财政验商 那接下来呢医疗人员就会协助你做财政验商 他的整套都非常的完整 接着医疗人员也会通知社工 也会通知警察 同时一站式的服务做笔录 然后做陪同整个报案的一个程序 这个是性侵 那如果它是已经发生一段时间 可能没有搜证的问题 但是还是需要协助 那可以到警察局 或者是打113 那都会有一个转洩 通报到我们的各县市 性侵害的房子的专业人员 会来提供服务 那如果性骚扰的部分呢 当下可能就可以直接到 各地的派出所来做申诉 或者透过113来询问 它可以到哪里去进行申诉 那我想性侵害跟性骚扰的方式 有所不同 提醒民众第一个保持冷静 要把当下的人事实地物 特别是时间在哪个地点 那有哪些人 那把这个人事实地物 赶紧地记录下来 接下来要把这个 我们自己的心情调整 然后随时地记录 这件事情对你的感受 让你害怕恐慌 就要记录下来 把自己当下的感受 记录下来很重要 第三个就是你要很清楚 这件事情这件性骚扰 对你日后 对你这一段时间 例如三天五天 甚至一个月的 这个生活上的影响是什么 例如说影响我的作息 我每天晚上做噩梦 甚至呢我影响到我的考试 影响到我的这个工作的表现 诸如此类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个都将来在整个申诉 或调查上面会有很大的帮忙 再来就是搜证 搜证也就是说当你发生的时候 可能有监视器 然后甚至你也可以录音 例如说你确定他是谁 你想要跟他质问 那你也可以用录音 所以把监视器的搜证跟录音 留下来这也是很重要 当然最重要是现场如果有募集证人 可能这个募集证人 他的联络资讯 可能要取得 争得他同意 要请他来协助你 所以募集证人的这个相关的资料 留下来对于你日后在做 这个案件的一个申诉 是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政府机构的帮助 从2017年开始 卫生福利部也播发经费 给各地的民间机构 成立性创伤副员中心 就是希望可以协助 早期性创伤的当事人 能够被疗愈 修复受创的身心灵 找回健康快乐的自己 对然后我们就有很多 然后要遵从这个纪律这样 然后看了就无法看下来 去把他关掉 我们目前提供的服务 包括咨询的服务 心理资商的服务 跟法律咨询的服务 那我们提供服务的对象 包括受性创伤的本人 以及他周遭的重要他人 比如说家人 或者是他的伴侣 都可以来接受这样的服务 那我们目前提供服务的方式 他可以透过电话 打电话进来 性创伤副员中心 然后我们会简单的在电话上了解 他需要的协助 以及评估看看 是不是需要帮他连结其他的资源 那电话确认之后 我们就会约他来做一个面对面的初谈 这个初谈大概只有30分钟 那也是简单的了解 他现在的整个身心状况 有些个案他可能会需要的是 法律的咨询 我们可能就会帮他安排 或者是提供他 还有哪一些法律的资源可以使用 那有一些个案因为他的身心状况比较不稳定 我们就会建议他是不是可以先透过就医的方式 先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 再开始接受资伤 那我们一般性创伤服务的个案 通常平均的资伤时间大概是一到两年 在提供个案服务的这个部分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要帮忙性创伤的人 可以先恢复安全感 这个安全感包括他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头 他能够觉得是安全的 觉得是有人可以支持他 协助他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会跟个案讨论他怎么样子 可以重新安排他的生活秩序 可以重新调整他的作息 然后可以找到适合的对象去 有人倾听 那尤其是在性别暴力防治的部分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包含讲座 入校宣导或者是到职场宣导 让大家可以对于性别暴力的议题 包含性骚扰 性侵害或者是性违宪 数位性别暴力相关的议题 能够更有意识跟更有解决 认识到性别暴力的样态之外 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透过我们的宣导来知道说 我们可以如何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行为人 或者是不小心做出性别暴力的一个事情 那透过这样子的了解跟认知 那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重要他人 然后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可以做到一些性别暴力防治的一个作用 跟重要的角色 me too 运动不应该当作一时的热门八卦讨论 如果您觉得某些报道太过于煽情赤裸 请对这类型的标题内容 或者是网路贴文 不点击 不转传 也不评论 不要让错误的报道方式吸引流量 这不只是受害当事人 也是每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媒体环境 希望不检讨受害者这样子的友善氛围 还有完备的法律规范 可以打造更美好的台湾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